小强 你先走 干什么 过来 你呀 你干吗呀你 我干吗呀我揍你我干吗呀 你干吗呀 好了 闹进派出所去了 你不嫌丢人我还要面子呢 我老脸都给你丢光了 行啊 你是老板哪 你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哪 这闹进派出所传出去怎么得了啊 听我解释啊 你闭嘴 我平常怎么跟你说的 家庭稳定最重要 原配最好 你一句也没听进去啊 我 我承认我做得不对 可我也没想到余小强和别人串通一起来整我 你清清白白干干净净谁整得了你啊 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就是你错了 错了就是错了 那一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名字 说 蓝星 蓝星 我看叫黑心得了 我警告你啊 你马上跟他断绝关系 以后这种事永远不许再发生 听见了没有 再有啊 小强那里打死了不能承认啊 这种事情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捆红大量 啊 我想解释一下 解释就是掩饰 掩饰就是编故事 我只相信我看见她 你看见的未必是实实嘛 是这样 蓝星呢是我们公司心情的设计师 这不是发布会就该开始了吗 我去呢是跟她核实一下工作的一些细节 为什么不在公司谈 这不是赶上周末了吗 她又生病了 我只能去她们家聊 她得了什么病 这女孩子得什么病我哪儿好意思问 有什么不好意思问的 你都进了卧室了 她都躺到床上了 这 这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 这还真是我让她躺床上的 你现在人家生病了吗 我作为一个老板 对下属怎么 怎么着 也得关心一下吧 真是一个关心下属的好老板 你还让她穿着睡衣跟你谈的吧 那你说在卧室穿什么呀 穿晚礼服 那合适吗 幸亏没在浴室吧 行行行 我知道 不管让谁看见这一幕 难免都会起误会 我保证 这事 我没下回了 好不好 你谈的什么工作 你看你这话说的 那我谈什么工作你也不明白 难道我谈什么工作还得跟你汇报 你急什么呀 你干吗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如果今天不是被我当场抓住 你是不是还要说你没有去过他们家呀 是啊 所以你生气的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我承认我也有我性格上的问题 我们俩在一起过日子 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也一次一次地跟你说 我们俩好好过 我也努力生孩子 但是你不能背着我在外面去找别的女儿 这是原则上的问题 你看你 我这都解释一晚上了 何种都白说了是吧 那你把这个给我解释一下 这怎么了 这有什么呀 您还拿它灯印照文了 公司年会在海边上同事之间拍几张照片 这怎么了 那如果我跟别的男人拍这样的照片 你也不会大惊小怪吗 不会呀 这都什么时代 这很正常啊 好吧 那我明天就去拍 你看你电话就较劲了啊 那我再问你 你的衬衣为什么会晾在他们家的阳台上 这陈芝麻烂鼓地又翻出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那次喝多了 然后吐身上了 人家挺好心的 拿回家帮我洗了 你就别这儿不依不饶道了行不行 你看人家做老婆的 一个个的啊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多好 你呢 你都干什么 翻阳台 什么当电脑黑客 什么跟踪追击 这你都要全行 那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 你撒谎 口是心非 说一套做一套 我这么做也是被你逼的 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我上不了厅堂吗 我没有你那蓝星年轻漂亮对吧 我下不了厨房吗 刘光阳你仔细想一想 你吃喝拉撒睡 哪一点不是我伺候你 说话实不上要凭良心啊 你还真别跟我说良心 那你说我对你怎么样 你吃着穿着用的 我哪一样给你买过刺的 对吧 可你背着我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在外面租房子 跟那个什么修电脑子 小伙子在这儿勾勾搭搭搭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刘光阳你不要早打一趴 我跟人家什么关系都没有 行行行行 你别生气 咱 咱别吵了 你吵下去也没意思对吧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也不问你了 你也别问我 咱们都既往不咎 好 好吧 你先别走了 你把话说清楚 不是 你还怎么着啊 我把话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咱们都自我检讨一下 自我批评一下 好了吧 我做不到 那你想怎么着 你既然做了 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你承认错了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夫妻之间 为什么不能坦诚相见呢 看咱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 算了吧 算了吧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咱们夫妻走到头了 夫妻走到头了 夫妻到头了是什么意思 你把话说清楚 离婚呗 你要跟我离婚 我无法容忍一个天天想捉我肩的女人 跟我生活在一起 你知道我在派出所怎么想吗 你也无所谓 你是个全职太太 我呢 我也在社会上混 我这些事被我的同行 被我的同事知道了 我这脸往哪儿割 你不认识 我告诉你小强 你要再这么下去 我就只能跟你离婚 刘光耀 你胡说什么 小强 小强 你别理她啊 你别听她的气话 小强呢 小强呢 你别听她说气话 小强 你还坐着 你赶紧把她追回来 你跟她道个歉不就结了吗 不追 妈 我的事您并管 我能不管吗 本来就是你错 更何况那个110是蓝星打的 又不是小强打的 谁打谁打 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 我的天 好了一个家 怎么能说散就散了呢 但怎么了 我就得让她知道知道 这个家的主人是谁 你不能这么无法无天吧 话不能那么说呀 你去把她追回来吧 你不追 走啊 我看她去哪儿 离婚这岁数 我看你敢离 我的天 你 你胡说什么你是 你在干什么呀 你在干什么呀 你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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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喝完了 再来一瓶 姐啊 少喝点吧 你醉了 好 最后一瓶 老板 我们家给我打电话了 我现在不接 知道为什么不接吗 因为我老公要跟我离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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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记忆里 小强从来没有李家处走过 你刚刚的话 任何一个女人都受不了 别说是你错在前 小强就算再不对 你也不能跟她提离婚的 我也是拿那话吓唬吓唬她 谁想到她就真走了 妈是不希望看见你这个家散了 儿子 话是伤人的贱 有些话呀 即便是夫妻 说出了口也很难收回 我也没想跟她真离婚 那我确实不应该提离婚这两个字 那是玉小强吗 你说什么呀 你过不过来 你这儿怎么那么吵啊 我说你过不过来 你过不过来喝酒 过来喝酒 你听我说啊 这房子我不租给你了 我把钱退给你 老板 老板 我朋友给我打电话了 叫她过来喝酒 喝酒 喂 喂 你是她朋友吗 她醉得很厉害啊 赶快跑她街走吧 什么 我这是瑞奇酒吧 我没醉 我还能关机 她电话关机了 我在这儿等吧 你先去睡吧 我哪睡得着啊 你们两个闹成这个样子了 都这么晚了 你去找找她 她跟方方最好 你看看是不是在她家里 去啊 儿子 家和万事兴啊 你别一赌气 又跟她说离婚呢 你去聊到我不PN 你都配合酒了 你喝多了吗 行 行 你没事吧 不 我 我跟你说个事啊 那个房子我不租了 我把钱退给你 我跟你说话呢 那我钱不退给你了 大朋友们 不醉了 带他回去吧 帮他把酒钱先付一下 多少钱 三百二 给三百行吗 行吧 你能自己走吗 来吧 来吧 来吧